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雪櫃, 我先丟掉它 不是吧?我弄得臭了 我給一位高彈刀的 你看皮膚是否敷了一個玻璃的味道 是臭的嗎? 我先開來看看 你看看 臭的東西 臭的東西 是臭的, 怎麼了? 你弄得臭了嗎? 這是李懷, 要不要這麼離譜就行了? 那個榴槤發散, 不要臭的 怎麼會在雪櫃上呢?還有 你洗完東西, 塞在星盤上 是沒有功德心的那些人 三太… 三太… 要走就留不住, 忘記它吧 等等, 我兒子拍拖 怎麼覺得… 拍拖? 怎麼無緣無故拍拖 他們說你的電腦 我的電腦?發生什麼事? 你的電腦呢? 我們早上回來看見畫面 把炸彈彈彈出來了 Ivan說你的電腦撞了… 我查看他病毒 上過一個成人網汁才會撞 我什麼事? 我都很少用這部電腦 況且我經常看電腦 我也用一個電腦 不過你兒子, 我一定相信你 你們兩個別笑 一看就是你們倆拿了電腦 看完這些壞事, 是不是? 不是… 其實最近我們回到辦公室 也看到到處都很混亂 可能是有其他部門的人 趁我們收工後 到辦公室裡客氣 弄得到到處都很混亂 對, 我們每晚用完電腦 都一定會登出 所以應該是風少一時忘記了 別被人偷用 那怎麼辦? 我是沒換過新電腦 搞定 我每次都得登出 謝謝 很殘忍 你不是絕對新的嗎? 威哥, 打開玩笑? 安靜一點 好 威哥 要我六點鐘停車場等 還沒見人嗎? 現在五點十個時 還有十分鐘 你心裡會見到我嗎? 現在六點半 不同的食物, 就這樣 威哥… 現在六點半了嗎? 是啊 為什麼鐘還指著五點十個字? 會不會去呢? 之前不是經常有人 來我們的部門偷電芯嗎? 這樣我們就不鎖氣了嗎? 可能他來到會見 我們沒有電芯 偷尿鐘, 電芯也不放過 哪有電芯? 我身為老闆真是無旁財 你不是打算搞大件事嗎? 公司又沒有寫明說不讓人做這些事? 沒有寫明就對了 現在我一次過就找了那些壞事 弊病寫出來 要清楚, 以後不可以這樣做 大家跟著做吧 那實食沒有貼牙 一定改變歪風了, 是嗎? 我們公司有一場腥風血主 要死了 洗飯盒後必須清酒食物殘渣? 這麼麻煩? 感激三太太的故事 我們少了很多事 自從三太太練到這種故事之後 每個人都自律出櫃, 沒法拖東西 三太太拖東西 阿飛已經準備好這份提案 我們現在去尋補圖, 看他表演 這張是什麼? 不准拖彈? 你們的工作人員會在這裡拖彈嗎? 這張故事我第一次見, 發生什麼事? 這張故事是三太太的新貼的 不准在這裡跳 你們的工作人員會在這裡跳, 是嗎? 可能偶然發生過一、兩次 是不是有病? 這裡, 這邊請 慢慢走 停 男性不得闖人 不准偷窺, 不准再次隔唱歌 你們的工作人員會做這種事嗎? 因為男女次比較近 所以有時候男同事會不小心推錯門 真的嗎? 真的, 我們要趕時間 來, 繼續走 公馬妃在等著我們 公馬妃他們準備好了 我們也盡快 不好意思 你們的工作人員 你們會在公司範圍做這麼貪心的事嗎? 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 誤會嗎? 當然誤會 無門九殼也不可能 走吧, 美甘姐姐 都怪不得了, 美甘姐姐來了 來吧, 姐姐, 大姐姐 另一個 請勿偷電池 不可以公司範圍吃樓梨 公司電腦不准上下網 這些告示 真是代表你們工作人員的質素 真是壞 當然不是, 我不想, 茜姐姐 你誤會了 那位飛鴻藥水 你不是想著這個項目 我還會和你合作嗎? 再見 美甘姐姐 茜姐, 送一下 大師姐, 你怎麼一起送? 我現在沒有人算帳 伯母Cindy, 為了貼這麼多告示 你知不知道很影響公司的形象和生意嗎? 爸爸, 我建議撕走他們 不要, 其實公司很多員工 都稱讚的告示很有用 不信你問了群姐 你隨便貼幾張在茶水間就行了 你用不著貼到四處都是 真的嗎? 人家真的親眼看到很多問題 那這張不准蒙媒狗盒呢? 就是叫你不開蒙媒狗盒 那些裝飾森門口 就真的提醒人家可以找個地方移動 人家真的看到那些人在偷情 你怎麼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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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中屬高人寡隊 在這裡走出來就算怎麼樣? 我…你… 糟了, 等等 人呢? 威哥, 你說他們不是全離譜 你當公司是什麼地方 所以就貼出這種告示來警告他們 不能這樣做 你只是說話說, 你有證據嗎? 我就是知道你會這樣問 所以我就貼面診去看CCTV的影片 那影片呢? 那影片是有的, 威哥 剛好那CCTV好像有點壞 那真的沒有證據嗎? 什麼沒有證據? 那我三哥哥雙眼看到我就是證據 好了… 總之萬事以公司生意為先 你, 待會你叫貼面診清晰告示 爸爸英明 威哥 好 你想貼告示 我給三樓潮水間你貼 那裡少人用 我宣佈錯你的票, 重見光明 真是我們可以大聲血壓力 三太太最近到處貼告示 連男子尿刀也要貼一張請物 真是搞得人都瘋了 我們又迷小孩子 聖堅師小學雞 三太太太閒了 沒什麼要找你來搞 這副太太是這樣的 你是不是太大聲了 不准買假日飯給我 原話 神經病 做什麼這樣的嘴唸? 人家說女人喜歡聽別人讚美他們 你這麼可愛, 喜歡聽別人罵你 好, 逼到上深屋, 你還妖允我 我不是妖允你 我之前叫你不要搞那麼多事 你怎麼不聽? 要不是我的告示 那個冰箱 那個雪櫃可以這麼乾淨 沒有人把醋爐電放進去 還有, 你的尋寶圖那鐘 有電正在走, 要多謝誰 你算了 好像桌子上的飯, 對不對? 他在這裡的時候 你照他喝茶, 照他偷聽人說話 照他在這裡生氣 為什麼?沒有人在乎 真的沒有人在乎嗎? 我每天都把這塊糞便放進去 搞什麼?你… 你喝吧, 你不怕人, 你喝掉吧 你真的不怕肉嗎? 不知道痛嗎?你喝掉了一塊薑 你喜歡這麼說, 我真的不夠你來 你放心, 我什麼都不會做 過幾天了, 餐廳都亂了 那天陳寶圖在中國無電的時候 就有人要請我出禮 叫我幫你再貼上所有的告示 早上 早上, 三太 你怎麼覺得有氣武力 還沒吃早餐? 是 沒有 也沒有 你以為只回答了沒有 你們兩個還回答沒有? 因為三太, 你最近一上班 就會問我們三條問題 你們吃了早餐沒有? 電腦有沒有中毒? 還有有沒有人坐電心? 我們想幫你省點時間 所以就直接回答你之後的兩條問題 人家也沒想要問 別說不通, 先吃早餐, 來… 謝謝三太 謝謝你, 三太 還有你的早餐在這裡 每個人都吃 我給我吃就行了 給我吃, 給我吃 給我吃 三太每天都上來勞奸 弄得不敢遲到 我想借東西走上來 看看最近有沒有發生什麼事 想證明她的告示是有效的 這裡有黑松爐炒蛋 你也有, 快吃吧 謝謝 謝謝 芳芳, 你的電腦其實也沒有中毒 還有, 有沒有人隨地透淡 那個聲譜一定有少少濕的 對吧 你之前跟中年店舖撐得這麼行 大家還哪敢亂來 我勸你還是快點收手 不要再搞什麼告示了, 知道嗎 你也說了 人家怎麼跟龍力年這麼大爭招 人家拿回彩, 人家就覺得我很笨 不算了, 我就自己一個人 孤零零地去面對這個殘酷的世界 我自己去巡樓算了 我怕你了, 幫你吧 我跟芳芳你最疼我了 那你就巡一漸樓 我現在就去巡樓, 真是的 慢著, 我不會跟你去巡樓 不過我可以陪你去買榴槤 是嗎? 小姐, 突然買什麼榴槤? 你也想告訴別人 你聽你的告示是可以的 人家真的沒有功德心 榴槤放在冰箱裡也不拿走 你看, 吐得發霧, 弄得冰箱臭 小姐, 公司的人很沒手嗎? 之前唸了通告, 人家守規矩 拿回食物離開 撕了通告之後就是這樣 我現在也說了 不過, 我貼的告示是有意思的 不是隨便貼的 是呀, 爸爸 最近很多人吃完晚餐 把食物都倒進升盤裡 弄得去水位塞了 是呀, 三太太 你會不會再連回告示呢? 因為告示那些東西 我又拿不到主意 我又沒有, 一刀切 有用的就貼回它了 謝謝威哥 拿出來吧 再見 謝謝, 三太太 是不是順眼了? 快點開工吧 好… 再見 讓你拿回彩, 是不是開心多了 當然是開心 不過這樣, 只有一張告示好像不太夠 算的話應該是貼了整間公司都有 讓Shirley一直走, 一直走 一直走, 一直走, 一直走 我只跟你說過很多次 我只幫你一次這麼多 我還有很多正經事要做 我現在長大女兒了 我會照顧自己 不會 mandarí 公司那些人真得礙 沒貼告示幾天, 電梯馬上把垃圾給 Casey 還有我們陳布圖 ders試店 他們予偷電 我們連牙籤也被偷 我剛才去廁所見到整地漢堡包碎 原來真的有人去廁所吃東西 是呀, 之前我們還笑三太無聊 原來她寫最適合的 Linda, 到了嗎? 點杯飲品吧, 聽到別人說什麼? 聽到嗎?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我全適合, 你全錯了 就算其他告示你是全適合 但無媚苟合那張, 你也是錯的 我們休息室根本無人偷傳 你說嗎?那隻狗男女還沒再出現 那等對狗男女出現再說吧 否則你也沒資格說自己是適合的 你急著叫我去哪裡? 你暑暑的, 你不要… 我叫招呼 你趕快吃飯, 還沒吃 你怎麼會? 不會, 快點剝心 剝…剝衣服?還要剝衣服嗎? 要拍偷情照的嘛 你做一個偷情男 我拍了一張照給你姐姐 不然可以剝牠的牙齒 你想要剝牠的牙齒 也不用我剝衣服 為什麼要剝衣服呢? 你不剝衣服, 為什麼要剝衣服? 很簡單而已 你的頭就在正常人 遮掩頭的位置 隨便腳就在這裡, 是嗎? 我準備完了, 看看 很香艷的, 師傅 你不進步的心 還有, 你這個很香艷的水衣 你準備得這麼好, 為什麼你不自己扮? 說明是拍攝人家, 當然是拍攝人家 怎麼會是自己扮的? 很簡單的, 芳芳 稍後你隨便把你的肩膀拉低一點 你的頭就向左邊 我會在這裡拍攝 我一定拍不到你的樣子 隨便你睡到我的表情 就要累一點, 瘦氣一點 小姐, 你說拍不到我的樣子 是呀 但又要我的樣子裝累 那豈不是拍到他的樣子 你要做這些, 你自己做飽了 不是呀, 別煩了, 我有很多事要做 豐豐, 敢… 算了吧, 豐豐不肯喝酒 不過我就不相信那個偷情男女 不會再來這裡偷情 讓我每天在這裡盯緊她們 我就不相信捉不到她們 就算是對的 什麼? 是這麼多事情, 沒人家休息室 還不是, 動定要離開 你說人家休息 你是不是連我都不認得? 芳芳 好, 為何你餵這個? 看你會不會吃東西, 買一塊給你 你最有心, 我這裡已經餵了幾天 弄得眼睛閉上了 在這裡等了幾天, 幾天都沒有斬莫 其實那條情形會不會已經分手了? 那條狗男女 你以為是不是真的 嘗試換衣服這麼簡單? 你還質疑自己還有人是狗男女? 那豈不是只說不出口 既然沒有什麼斬莫, 放棄吧 這個飯也不要吃了, 我和你吃好東西 別人家就心急了 你真壞 是他們的… 他們就是百貨寶, 阿嬌和阿寬 快點… 先打架 幹什麼? 公子之前在貼報告示說不可以亂來 我覺得是針對我們, 你不怕嗎? 現在沒了告示就行了 我們每晚都在一起, 怕什麼? 你真壞 進去吧 老闆? 老闆 這麼大件事嗎? 我好, 我現在馬上趕過來 幹什麼? 老闆說不見了那批貨 要全世界馬上回去 那我們明晚才悶悶住 他們走了, 快拍照吧 也不是, 還是不要拍照 明天晚上叫你姐姐來人妝並鑊 免得口頭鼻咬 什麼事? 對了, 那個男人進了房間 那女兒呢? 我照你吩咐在樓下截住他 告訴他我不舒服 叫他西環的一間餐廳幫我拿藥 對嘛, 但是這樣, 你不是圍竹奸嗎? 為何要我洗開阿歡? 一會兒你就知道了 姐姐 你怎麼安天才電? 就是偷情男女吧 我親眼看見他們倆進了房間 你快點去看看, 快去竹奸 是… 快去竹奸, 快去竹奸 你們小妖真是這麼瘋子 不要緊 我拒絕了你? 什麼事? 什麼事? 救命 你怎麼好像朋友那麼多女生 什麼事?誰來的? 香水味都變成了 很棒 救命 救命, 這裡 你不要拍照 我明白了 原來這次的女主角是姐姐 你想說她是蒙迴狗嗎? 我是不是很公平的 你們說這裡… 你搞什麼錢? 豆腐 來吧 其實就這樣吊個嬌和阿歡 去屯門的倉庫做就行了 不用解僱他們這麼嚴重 他們在公司範圍內 做出不當行為 已經有足夠理由, 解僱他們兩個 現在那個男的還非禮我 我不高得他的褲子豈不是很好 是的, 但是你也知道 其實他們是受奸人所害的 如果他們不在公司蒙媚苟合 我就不會被人冤枉了 想對嗎? 很簡單而已, 兩件事 第一件事, 你要向我道歉 還要公告天下 告訴別人我貼告示的事是正確的 第二, 就是以後不能干涉我 貼任何告示在任何地方做得到 做得到, 那我就刪除了這些照片 當然了 我可以任由你到處貼告示 但是我幹什麼要向你道歉 我坐在哪裡? 我所做的一切 全部都是維護公司利益 你錯就錯, 再得罪我 我告訴你, 我一個不小心 把那些什麼攬腰子 你別亂來, 你是走的 你讓我停手 你說怎樣就怎樣了 姐姐, 你想清楚了嗎? 照片是假的, 她還要做出來的 無論是真的假的 我身為接老司司長 我也要維持公司的形象 不可以讓這件事發生 她竟然犧牲自己的僱泉大局 我這個姐姐真的很帥 芳芳, 真正帥的是我 打敗強權, 打敗了農曆年 我現在很開心, 我先找阿威高爺看看 就這樣, 再見, 來… 不准難民, 不准難民, 真有錢 大小姐, 露台那邊有位 那邊沒有告示 你把臂在人手, 還寫了道義信 你不能跟別人鬥了 我沒認輸, 這件事我一定要報 我現在很臭, 我先發 Bernie, 拿我的頭來 小姐, 不要, 阿山肯定打來 說這個告示一定要貼在這裡 不好意思 不准捉人, 高姐是針對我的 我要殺人 梁洪山 有沒有人找過我? 有, 三大在裡面等你 來 威格 Rebecca, 為我出了面文 以後公司不准貼告示 是…大林先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